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渔情实验室 我的报告你来出 大家好 我是演员谭尖刺 我在四方馆里面 实演的是原末 是一个班位很重 然后一个心情很美丽的 古代打工 冤种打工人 从万事不够成长为了一个热血 专业的四方史 您是如何把握这个角色的成长和变化的 其实更多的是 在剧中体现他的聪明才智 机灵 然后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然后一点点的成长 一点点从眼神上的这种变化 从一个百烂的摸鱼高手 变成一个很坚定的四方史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变化 仪泰上从一开始是比较懒散的 比较没规矩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到后面开始就是心怀天下 这样的一个很有大格局的人 那大家也看了你穿红色官服的那个样子 都说你是掌管红衣的神 这个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不敢看 当他穿上官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本身也会给给我自己拔气嘛 提气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衣服造就了我吧 挺好的呀 就是大家刚不是一直都说让我去安慰大家吗 我觉得那圆末就是一个最好的暖心丸 让大家从那个悲伤的情绪中跳脱出来 让大家很开心的去面对我的一个新角色 那对于网友说的 圆末是项柳的复活甲 您想说 那场戏我印象特别深 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 哦 那个山头 就是当时拍项柳战死的那个山头 然后我还去那拜了一拜 对 然后呢 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除了那个巧合以外 还有一个地方是 阿树养的那条蛇 那条蛇呢 然后我一直在片场盘它嘛 那条蛇其实也我觉得也很像项柳那条蛇 在私房管的戏里面那条蛇 跟我也有很多对手戏 对 我跟他也是属于冤家路窄的感觉 跟那条蛇 我好希望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美丽精神状态 我就是感觉给到我的活我就必须得干完 就那种不干完我睡不着那种 所以你属于内卷型 对 内耗型我觉得是 要么我就是不接受这个工作 但凡我这样拿到我手里了 这感觉就是 这就是我的使命啊 必须得完成 那怎么解决这个内耗呢 所以我就演圆末嘛 演完圆末以后我觉得稍微好了点了 给你带来一些新的 带来一些新的人生心态 圆末确实是一直在挨打 在剧中挨谁的打最多 那肯定是阿树吧 虽然他也经常整别人但是就是一物降一物 就是阿树能把这把他给降住 所以他就是有点气管炎的感觉 对 他们几个的搭发有什么不同吗 阿树对我的主要是使用道具上的搭 就一下洒些什么羊羊粉啊 弄一些有的没的毒啊这些东西高 然后玉石华就比较简单粗暴 然后王坤舞呢主要是对我下令 就是各种逼我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您的打戏网友都很爱看嘛 这次却要隐藏实力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没有我开心死了 不能舞的时候就每天哇去看 你知道横店那么热那个时候 我每天特别心疼纯歌 纯歌就是每天都到处打 打到那个头套都裂开 就是太热了横店 然后我每天就是也很热 但是我不用我不用动啊 我还跟纯歌说 哎呀我说我去年拍张杨斯的时候 就这个天我天天在外面打 我说我太知道这种痛苦了 还给他支招来着 我说你怎么办怎么怎么办 所以艾达很开心 艾达挺开心的 戏里面大家看的可能觉得我挺惨的 但是戏外我其实很躺平 我最开始接触表演就学的是戏剧 所以我对喜剧一直是有向往的 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节奏打控 这部戏上我们在片场 我们会排练很多次 排着排着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火花 所以我觉得喜剧是在这些坑节里面去产生 对我觉得任何的形式的喜剧 只要我觉得看了能让大家 因为喜剧我觉得它难的一点是很多包袱 包括很多梗啊点啊 它用过一次之后可能再用就会 它的效果会影响很多 所以在表达喜剧的时候可能要不停的创新才可以 结果就这是喜剧演员很难的地方 网友说看了您司房管的一个花絮 就是您拍完戏之后到监视器的时候去看了 说导演能不能再来一条的时候 窥探到了您作为演员的谈见次 他说他觉得回到镜头前检验自己的表演成果的你 是演员最动人的时刻 我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让你觉得有共鸣 我很喜欢去监视器里带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监视器的那个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也有很多时间跟导演跟编剧 我们一起去探讨吧 然后关键那里也凉快嘛 大家一起互相探讨互相沟通的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找到人物或者找到这场戏的节奏的一个地方 那您觉得演员最动人的时刻是什么 演员最动人的时刻 我觉得是忘我的时刻吧 对 就是在演一场戏很忘我 就是不想被喊停的那一刻 我们把自己也融入到那场戏里面 跟角色跟周遭的所有的一切融入到一起 然后我们演得很过瘾 演得导演不想喊停 我们也不想停 他就这样说 我不喊停 你就会一直演 很享受 对 没有没有 这剧文本身就有 就是我说他有点 他有点那个气管演 除了他对我使用一些 各种奇奇怪怪的道具之外 他也会有时候会 比如说我一不听话 或者我一说错话 做错事 他就会揪我耳朵 那大家都说揪了耳朵 就弹间词显得委屈巴巴 然后能分享一下演艺 委屈巴巴的小秘诀吗 就是内心想着 哎呀 观众你要多疼疼我呀 我好可怜 对吧 所以要请大家多多去观看四方馆 多多的去可怜可怜 怨莫 好 那说到委屈巴巴 考古的风其实也吹到了谭剑次身上 有一个片段就是谭剑次被说 别给我卖萌了 快进快进 年少轻狂 表达欲望太强 有鼓励网友以后多找一些这些考古吗 不鼓励不鼓励 我觉得我们抵制 不是也不是抵制 随意了 随意了 我觉得这都是我曾经的脚印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现在还能找到那种青涩可爱的感觉吗 现在我吗 我觉得我现在依然 对 只不过现在自己多了一分克制 然后多了一分对自我表演的审判 那时候可能就是肆无忌惮的来 就觉得怎么好玩怎么来 每个角色的委屈不一样 对 所以让袁莫就比较 可能比较幼稚一点 比较可爱一点 就是比如说有人跟你说谭剑次 别给我卖萌 我卖萌了吗 老了 元老 我只听到了老 那看来是元老 那这事真的是挺老的了 也有这种感觉 真的吗 没有听到男团实力这个词 就是多谢大家夸奖了 曾经吃过的苦 曾经这个努力付出的东西 我觉得终究是没有浪费的 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被很多人看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的一点 看到这个词其实我有一个画面 就是你长着白虎子 然后拄着拐杖在台上长跳的画面 所以就是老吗 真是老了 感觉好像这个元老 因为元老这个有点太大太过了 其实我在我之前的也有是吧 我也不算真的是元老 我觉得我只能说是上一个时代的 上一个时代的男团 四方式语言测试 请猜测以下词语的意思 并用词语言的语调进行造句 掏赖 掏赖是什么 你好 不对 沙拉迪卡才是你好 以你猜的这个意思 你来造一个句 四方管 掏赖 掏赖好看 多少钱 多少钱好看 可以吗 成立 好 下一个 俄语音译 欧琴哈拉少 四方管 欧琴哈拉少好看 法语音译 想要巴的破不雷姆 就来看四方管 是没问题的意思 对啊 想要你的生活没问题 就来看四方管 经测试 弹剑刺成功通过四方式语音测试 弹剑刺唱歌和周深唱歌 你喜欢哪个人唱歌 又是周深 每次我好像都接了他抛出来的提和梗 我最喜欢听周深唱弹剑刺的歌 那有没有特别想给周深推荐的歌曲 让他给我唱一个唱跳的 把握的唱跳的歌 帮我顺弦四方管吧 就说这个 就把这个给拿给他 打工搭子快乐管子 四溪丸子送您乐子 请大家多多支持观看四方管 分享订阅